您好,欢迎收看7月13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台湾老年人口快速增加,长期照顾需求人数也同步增加 台东县卫生局13号上午特别举办了长照服务机优人员表扬会 肯定长期照护服务员他们的付出及努力 县长黄坚田亲自到场颁发讲座鼓励 并且期许台东能够成为高龄移居城市 舞团以轻快活泼的舞蹈为表扬会揭开序幕 37位长期照顾服务员秉持爱心、耐心与专业能力 投入台东长照服务领域,帮助许多家庭减轻照护压力 为了鼓励长照服务人员,台东县卫生局特别举办长照服务机优人员表扬会 一方面具备这样的专业,一方面要有这样的服务的爱心 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专业 所以这一次我们来办理这个表扬的活动 其实真的就是要肯定我们照顾员 这个特别是这些长期活路到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些伙伴们 这场上那里最终最终是人 怎么样把每一份工作都能够做得很高为 这个才是真正的 能不能成功的一个最关键的专业 我们一起努力,让台东长照的工作 尽管很多的困难,我们一起努力爬座 让台东真正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 担任马街医院护理师的侯素慧,从事长期照顾服务长达21年 深入台东各角落,服务个案也关怀家属 专业热忱的服务表现获得极有医式服务人员奖项 在偏乡里面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 居家护理师可以到这样的个案的家里去 能够减轻照顾者对他们这样的一个照顾压力 那不只关心个案,那我们也关心家里的照顾者 37位长照服务员抱持乐观开朗的心 为每一个个案尽心尽力 是台东长照服务的五名英雄 县长黄建廷肯定并感谢他们的努力 也期许在各界共同努力下 将台东打造成为高龄移居城市 记者萧佳惠,台东市报导